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到第三讲招募与甄选 那这里面会谈到有五个章节 第一个就是说人员招募的意义 第二是招募的来源与方式 第三是甄选的程序跟种类 第四是面谈的目的及类型 第五是有损面谈的不利因素 我们先从人员招募的意义来谈 当我们人力资源规划工作 跟工作分析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 人力资源的部门就进行招募跟甄选 那个招募就是说寻觅人才的方法 制定一个合适的那个争选的那个 及任用沟通还有一个调论的一些升迁制度 使人才能够在组织内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 那个争选是针对应征人员加以挑选 并决定其优劣跟选选态 那我们谈到招募资讯 必须向外来公布的 招募当然为了职缺的空缺 来进行向外来招募 那各项的决策也包含了一些 应征者的数目跟那个类型 还有决定职缺的各项的行动 那招募时就是说 可能目前我们那个考量 目前跟未来的人力需求 运用内部来源或外部来源的管道方式 来劝使这个有意应征的人 来参与应征的过程 但那个招募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要将工作的性质内容 工作的条件跟资格跟经验 在期待遇等等来向外来公布 那固然我们谈到说 我们要如何螺制一流人才 到组织来工作 那个从A到A家的坐轴 叫James Collins 他有谈到说 你只要找对人 就是你就不用操心激励 或者是管理监督的问题 找错人 就算是你有正确的方向 愿景撤离也没有用 就是你找对人 即使没有制度 没有一些法令的话 规章的话 你照常可以运作的意思 他有一句很流行的话 就是说找对人上车 就是这里我们谈到说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意思 就是说当我们一个司机 开了一巴士 要往前走的时候 司机是决定方向去哪里的 假如所有的成果都有 每一个人都认为都有意见 要往哪里 往哪里的话 结果司机就没有方向 所以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类似公车 以前的公车是前面上 后面下的话 假如我们上来的乘客 假如认为不应和我们司机所需求 他可以下去的意思 企业也一样 但我们企业进来 我们假如说百分之五的人是 相当OK的 跟百分之五相当不OK的 那相当不OK的百分之五里面的人 他认为说他不迎合企业的需求的时候 他自动会下去的意思 不要用我们用强迫他之前的方式 是比较好的意思 这就是说 罗治医疗人才进入组织工作的一个故事 那过来 彼得杜拉克 他是一个管理大师 他也谈说 人与金钱 是企业两大的资源 一般的人来讲说 人比钱的管理更复杂 跟更混乱 钱是属于物质的 比较好控制 但是人是属于无形的 是属于精神的 所以人其实是很难去说 顺他的意义去做事情的 所以我们要用很多一些激励方法 跟一些沟通的方法 参与式的方法 来诱导我们员工干部 跟我们走一个同条的路 所以这个罗治医疗人才 进入组织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过来我们会谈到说 招募来源的一些方式 企业招募人才 大致有一些两个部分 就是说一个是内部调生 一个是向外政财 那内部调生里面 我们会谈到说 挑选一些比较好的员工 资深员工 或者是说这些人 加以训练以后给他升迁 或者说内部 政财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我们比较不会浪费 太多的训练时间 而且内部来升迁的话 也可能费使士气 更加能够加强 那缺点就是说 因为内部调生可能因为周草争夺 所以产生激烈 互相攻击的行为 产生说还没遭到人才的时候 还没健身到人才的时候 变成说内部的检济函 满天灰 造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困扰 跟管理者的一些不变的地方 比如说有很多公务体系 比较高阶层的体系 他们组织庞大 而且就是说近亲繁殖 比较喜欢用自己的那一批人 其实这种在企业的看法是不大对的 就是说我们政府机关的资务官员 其实要秉持说有没有专业 他有没有带人的能力 他有没有比较安人的一个管理的思维 来经营这个组织 成就这个组织 才是我们所需求的 那外部的真财里面 我们就是说 假如内部的里面 假如说我们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寻求外部 只之外的管道来找人才 这个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罗智专才的话 注入企业的心血的话 取得那个新的技术 新的管理方法 也能够节省一些培训费用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会引起内部干部的一些 升迁的一个反弹 就是说奇怪 你从外面找的人 是不是比我们里面的人好 那这是一个思维转换的问题 最近我们发觉 台积电张忠模董事长也谈说 未来接棒的CEO的人 有时会考虑外国人的CEO 不见得是本国人 不是见得是我们台湾的 优秀的干部 所以他讲这个话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企业 一般来讲说基层干部的话 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组长 处长跟副总经理的话 那个基层干部 就组长可能向外来征求比较好 但是中级干部 比如说经理处长乃至副总 可能有内部升迁 可能比较妥当 一般企业界包括我自己经营企业 也是用这种方式 因为毕竟中级干部跟高级干部 是以后今日核心 一股不可莫视的一个助力 所以你假如说万一你一下从外面 找一个比较高级的干部进来的话 你就会发觉说 这个有时候在执行上 被遭遇比较多的困扰 那我们谈到说 内部侦才里面 我们谈了一些 我们大概谈一些 等一下谈一些什么方法 那还没谈到方法以前 我们再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继续讲 谢谢大家 好 外部侦才方面 我们大概会用的 下面有几项 这个透过媒体的广告 来这个需求 比如说媒体广告 有一些比较说 侦才的广告 比如车厢 或者说一些报纸 这些一些企业 老企业市场没用的 像本人经营的物业管理公司 也大概透过报纸 来征求一些低线的服务人员 那第二个就是说 内部员工推荐 内部员工推荐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就省了一个是 增性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要 基础干部的时候 我们去了解这个人 品性怎么样 专业程度是够 品性怎么样 假如我们透过 内部员工推荐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内部员工可以做一个 比较一个导师的教练的角色 来教这个行进员工 那校园增采方面 是一般我们大企业 比较能够来适应的 一个方式 那大企业是让到 那个科技大学 专科技术学院 乃至高职来 来征采 那我先谈高职方面 比如说王品集团 就跟那个台北这个 开平这个学校 高职就有一个签订建教合作 大概学生大概高三 那就可以到王品集团的那个 来做那个实习 从基层做起 那做得好的话 你毕业以后 就到那个王品做这个基层员工 这个历练的过程 大概历练六年到八年 你会就升到 店长和副店长的这个成绩 那这个状况就是说 你要配合他王品企业的文化 他们有个中场会规定那些 来做才有办法 那假如说你标签利益 你好高屋檐可能也没有办法 那第二点校园征采的例子就是说 我们知道那个殷商 有一个联合立法 他也是每年派员到校园去征采 他是挑选有潜力的那个新鲜人 就是说这新鲜人 没有受到外面的一点污染 他说他第一就是说 他先召一千人里面征选 从一千年征选五六名 大概产销人发财跟资讯这个部门 大概一年他遵循九十名 九十名里面 其中大概就是说三年以后 就是说非有三个人 到五个人变成他的基础的干部 所以他就企业的精神 就是说热情自胜 就是说passion for winning 他们的那个企业的精神 就是说我要新人来 就是要他热情来参与我的企业 所以他的企业是不受景气 跟那个国内GDP的影响 他都会维持 每年维持到七%到八% 不懂的这个成长 所以他人力资源的协力 这个农民远先生他也讲说 Winning is a team 就是说我自胜就是一个团队的意思 但找谁来自胜 找一些比较新鲜人 我们加以 刚刚我们上次我们谈的 用干部 部署干部跟老板这样训练方式 来成就这些员工 所以他每年投入的这些员工培训费 大概是两千万台币 所以他讲说 这个 龙协力讲说 龙协力讲说 人才赔役 得宜的话 公司才能够允训经营 他的训练过程着重于领导力 团队合作跟带领处事 所以带领处事上面 所以跟那个刚才我们提的 就是说 那个 John Collins讲的 就是说 我找对人 其实OK的一样 就是他的第三项带领处事 是一般我们企业界认为是不大重要 他认为很重要 所以这个联合立法 这个校园真才是一个典范 一个典范 那过来我们谈到 人力中介机构 当然我们有分一些公家的 譬如退伍会 或者说一些劳委会 这些单位 清补会 这些以往这个政府机关 或者是一些属于政府机关 外围机关的一些非盈利团体 这些人来透过政协 但也有私人 私人可能要付一些费用 来给那个中介公司 那最近我们也谈到说 第五项我们也谈到说一些人力银行 譬如104 111 518银行 这个有一个好处 用网络来争选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这个企业也不用发钱 企业也可以用自己的网络 也可以透过这个104的网络 当然自己的网络是不用发钱 那求职的人也不用来发钱 所以在成本两方面考量来讲说 人力银行是值得来推广 那这里台作企业这个人才招募网 里面也会有一些 你登录它的话 它会显示出来说 要教你怎么填写履历 或有一些直接的消息 你上网看 你就会教你说怎么填写履历 那你假如有缺 你会email 马上email email给他 他就给你取得联络 希望你来参加审查或考试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年轻人的一个 一个人力银行的外部征裁的方式 那过来第六项会谈到说 猎人头的公司 猎人头公司大概是比较倾向于 比较高级的处长 或者副总经理总经理CEO方面 这猎人头就是说 基于就是高阶层的职位 又基于保密性 所以常常跟要需求单位的企业 我就要付比较高的费用 来透过这种方式来达到 找到合适跟深的人才 所以这个猎人头公司 也是一个企业真材的一个途径 那当然第七项有透过 那个像竞争者挖角 这个好像在企业道的方面 好像不大那个 但是也是有人利用这种方式 管道 来找到一些科技金融业的一些人才 我们谈到人力派遣方面 这打破以前旧有的雇佣跟受雇的关系 就派遣而言 公有空间机会跟弹性 透过派遣服务来累积自己的职业的生涯的经验 那个人力派遣的话 要派的单位 会将有关的招募已经雇佣的事务 一批秘移转给派遣移转给派遣单位 有派遣单位来代理执行 要派单位的权利义务可以分数以下 就是说要派单位就是说将契约提供专属的派遣人员从事劳务 就是属于这个劳务的一个警求权 那第二呢 报酬支付的义务 就是说要派单位对派遣支付派遣人员的薪资报酬 如派遣人员的薪资跟劳保费用 执灾的团保支险福利等等的费用 就是有报酬支付的义务 那第二我们谈到外部侦才里面谈到人力派遣 又可以分为就是说短期派遣跟这个长期派遣 有时候我们对突发的人力的需求 一时只要无法来获得工作的资源的时候 可以用短期派遣来应急 比如说我们有针对某个工程 我们就用大概半年一年的短期派遣人员 长期派遣就是说对组织内的一些业务跟身份 不明确实如公务人员的业务人员 临时人员 业聘人员 长期派遣可分为组织跟企业 提供它解决的道理 那我们这个派遣部分我们谈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讲下面的谢谢 我们谈到真式程序跟种类 那真式程序当然我们招募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企业征选人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序 比如说第一 资料审核 第二就是可能是考试 出试 面试 那比如说第三高级主管的副试 第四就录取跟通知运用 第五倒置以认识环境 那第六建制员工的档案 这建制员工档案是相当重要 这个建制好业也作为 那个人力资源管理发展之用 那我们谈到真式测验有一些种类 比如我们谈到那个第一 成就测验 就是说凭两一个人的学习效果 就针对应征者的专业知识跟技能 一意测验 比如说会计 经济 行销 能力资源管理的冷意 专业知识跟技能 那第二是资力测验 资力测验就是认定说 这个一个推理的 一般智力的能力的反应 比如说记忆 运算 反应 或口述乃至应用一些能力 那第三是现象测验 现象测验里面就是说 它目的在测试 应试者对某拓定工作的现象 也是拓出了认真能力测试 在评见应证者未来的潜能方向 以成就 这个测试着重于比较 印着未来性的 会过去的 就是我现象测验是测向未来的 那现象测验里面 我这边认为是蛮重要 大概我们下面就谈这个 就是说人格测验 现象测验里面 我们再谈个人格测试 人格测试里面 我们会谈到有五大人格的特势 跟六种人格的特势 首先我们谈到那个五大人格测试里面 我们从这个图我们看到就是说 五大人格的特质里面 当然我们先从经验性的开放性 能独立并包容不同的经验 那第二呢 情绪定性 就是说你针对压力及情绪的控制 也有浓忍的程度 那这里就是说情绪定性蛮重要 第一 过来就是外向性 有佛力跟积极主动及社交群的 那过来呢 勤勉及正直性 就尽忠职守 注重细节及富有责任感 那过来亲和力 既有亲和力体贴及同理心的 这个五大人格特质 比如说我们假如说 要找会计人员或总务人员 可能就要找这 从这里面去找 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些公关人员 我们从亲和力里面 从外向里面去找 比如说我们要找以后 比较有包容性 内容不同的经验的 这个我们找干部 初级干部 可能从这边去找 比如说我们要找心理智商师 可能从这边去找 我们有时候工厂要设定一些 大工厂有心理智商师 就从这边去找 那过来另外一个是 六种人格测试的 这个是 我们看下一页 对不起 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 John Horan的六种人格特质 他有真实型 调查型 保守型 艺术型 社交型跟事业型 首先我们来讲真实型 真实型就是携带工具 或以机器食物操作的工作者 如互外运动家 或者是发学工程师 或者医师 自然科学的 比较属于这一类的人 他比较注重 比较实际的 正确性的 比较绝对性的 那过来调查型的就是 以好奇及科学精神来分析 调查复杂的工作 并以理性思维 作密的想出方法解决问题 调查型的人 就是说你要做经济分析 或你要当刑警 这些就是说 用办案的精神来调查工作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那保守型在法令规章 以室内处理事物及数字报表 就是依据法律 依据规章 规范来从事工作的 比如说这些属于一些 静态的一些总务人员 或是说财务人员 审计人员 这比较属于保守型 那过来基于文化 这个艺术型的说 基于文化艺术 并以想象力及图表 及图表表达能力 从事创意性的工作者 这属于艺术型 就是说这些人的方 属于就是说 譬如说一些歌唱家 演艺人员 或是说他是有设计天分的人 我们在科技单位 属于R&D方面的人 就喜欢这方面的人 就think 有想法的人 那过来社交型 就是以慈悲与友谊的心 主动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及培训人们的人际关系 促进团体和谐 这社交型的人就是说 譬如说类似说 假如宗教界属于神父 牧师那种人才 就是说他有直辈心 或者说他喜欢训练一些人 来跟着左的人 跟他的信仰他的宗教 或是这些人是属于 比较属于公关人才 他比较属于工作公益事业方面的人才 就属于这方面 而且他要有一个促进团队和谐 为依规的 那归了事业型就是说 天赋外相富有影响力 热衷于政治经济活动 并常有信去借权力以微信 来领导他人的人 那个事业型的人 其实就是说他想用资源 各种资源来领导或管理他人 从事符合他目的的事情 譬如说政治人物 他要你选民来支持他 跟他从事政治活动 譬如说一些大老板也是 他定立一些规章 企业文化 企业经营策略 一些仪式 文化 你要照他的规矩来做 那这个就是说 他会常借着权力跟微信 来带领他的人 你假如不是带领他的人 不是事业型的人 所以他六种人格的特质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假如说 要找我们现在企业 要往外发展 像那个韩国山宋的话 他就是有调查型的人 从事经济分析 到国外去分析 那好 那假如说我们属于文创事业的人 我们就要从事文创 我们就要从这边去找一些人才 譬如这些人会不会画画 这些人是不是有写基本的能力 这些人会不会有编剧的能力 这些人会不会有设计的能力 有想象空间 赋予想象力的人 但是赋予想象力的人 需要保守型跟事业型来帮忙他 因为他用幼脑 但是他比较不注重数目次 所以就要请保守型的人来做他的 譬如他是假如说歌唱家的话 他找保守型的人来做他的财务的意识 这个会举例 所以这些五种人可以互相来运用 那企业家 我们假如说企业家 或者我们直接我们站在中间 来用一用这种五种人的意识 那我们把这个图再详细拿开来看 就是说你是属于哪一种拓质的人 但一般这个John Horne心理学家 他有分析 一般的人有两种以上的功能 譬如假如说你是真实型的 很可能你会分析事情 你是属于这个调查型的人 假如说你是这个艺术家 你可能很好的社交 你很好说那个社交能力 一般演唱家 他们比较会做pormor 会不会做行销 所以这方面社交也可以连在一起 假如说保守型的人 也可能他是属于有两个 他会善于保守 他会调查很多资料 来作为他执行工作的依据 那事业型的人 他是有好多了 也有艺术型的人 也有兼有事业型的人 也有社交型的人 兼有艺术这个事业型的人 当然这两样比较缺乏这个 所以这两样就政治型的人 跟调查型的人 应该会有事业型的人来带头的意思 但是也有这里面 会有一两项会变成这个 人家人的人 像台积电张董就是属于他政治型的 但是他也是事业型的 用这样来 但是他这个就是你是哪一种 哪一种人格特质人他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问占方式来做一个分析 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 但是我自己是鼓励同学们 你尝试的哪一张纸来写说 你把这个六项一项一项列出来 那左边呢 譬如说我是属于假如说正式型的 我右边写一个空格两个空格 那这个我是保守型的 一个空格两个空格 那你自己去分析 你自己是属于间接哪两种 每一个人都有两种以上 当然也只有属于一种 属于两种以上的比较多 所以自己透过自己去了解自己以后 自己能够在未来你求职也好 或者未来你要工作也好 未来你要成就你自己事业也好 是很大的帮忙 我老师事实上用这种人格测试 来教导我的学生 来分享我的看法 当然这也不是我的发明 是John Holland的一个心理学家的一个创作 但是很多人也运用这个方式 来帮忙我们同学们 然后未来要就职的年轻人 找到比较了解自己的方法 了解自己才能掌握自己 才能创造自己 好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